人生無常永遠猜不透 是明天先到還是意外先來 我是蔡秉鴻 如果你真的不愛一個人了 不會彼此好 還是早點分開 讓各自去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 就怕是心裡沒有了他 卻又想歹戲脫棚 如果還背地裡偷吃的話 那更糟糕了 小心由愛生恨 甚至惹來殺生之禍 不要說不可能 就問你有沒有問心不愧 2009年4月17號凌晨 一名年僅10歲的小男孩 這一天和阿公阿嬤同睡一房 咚咚咚 小男孩在睡夢中 好像聽到了什麼聲音 咚咚咚 聲音又來了 而小男孩睡眼輕鬆地爬起來 聲音繼續回響著 還以為是睡迷糊了 卻看到了害人的一幕 阿嬤手持著剁刀 這一刀一刀的剁象 倒握在床上的阿公 鮮血亂噴 可是房內卻異常地安靜 只有剁肉的聲音 不斷不斷地重複著 親眼目睹阿公被阿嬤殺死 慘死房內 死者十歲同房的孫子 嚇得奪門而出 跑到屋外找大伯求救 深夜傳出弟弟慘死臥床 他滿心焦急 有沒有可能起死回生 慘距來得太突然 他又衝進凶暗現場 坐在角落的婦人 卻還在喃喃自語 在畫面沒辦法被拍攝的臥房內 死者江天才被結婚37年的枕邊人 肢解成了六塊 而當年目睹凶殺現場的警官 那個衝擊性的畫面 距今依然歷歷在目 據我個人這麼多年的憧憬經驗 像這種的情形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雖然看過很多凶殺的現場 但是沒有一個現場 這麼清楚地把一個人肢解在那裡 而且肢解的手法很有技巧性 狠心下殺手的是57歲的婦人 江吳阿瑩 當時目睹阿嬤殺人的孫子 跑去找住在附近的大伯求救 而大伯急忙回到父母家 而江吳阿瑩滿身鮮血 但他並不打算逃跑 他只是呆坐在客廳 望著牆上的全家福照片 而看到自己兒子來了 放生了大哭 情緒崩潰地說 我 殺了你爸爸 兒子看到情緒崩潰的母親 不是責怪他為什麼如此心狠手辣 而是悲傷地擁抱母親 這起血性的凶殺命案 似乎在背後有什麼難以啟齒的苦衷 江吳阿瑩 本名吳阿瑩 原本是南投一戶人家的養女 16歲的時候逃家到了台北 在芳芝廠當作業員 也因緣際會之下 結識了在工廠當技工的江天才 而江天才呢 小他兩歲 兩人認識時都還不滿20歲 很快地就墜入了愛河並且結婚 而且他也替江天才生了兩男三女 而江天才的家世背景其實很不錯 據傳江家的家產雄厚 在土城和中和的樹筆土地 市值高達上億 而不過兩人生活倒是過得很拮据 吳阿瑩除了顧小孩以外 夏天農忙要幫忙曬稻谷 即便他懷孕了也不能休息 而江天才工作不穩定 子女們甚至曾經看過 吳阿瑩向江家長輩下跪 是為了要籌錢帶孩子看病 而一直到後來夫妻倆 在土城岩壽裡的菜市場 經營了豬肉攤生意 家裡的整個經濟狀況 才逐漸逃轉 可是吳阿瑩無怨無悔的付出江天才呢 確實一點也都不珍惜 結婚第一年就被抓到外遇 而對於一個20歲的年輕小夥子而言 這麼早就要和一名女人定義終身 顯然是有所不滿足 在這之後雖然看似學乖了 誰知道私底下是不是常常去外面玩女人 或者嫖妓 而2004年也就是兇殺案前五年 江天才繼承了父親遺產之後 結識了一名大陸籍的女子當小三 已經沒有愛的婚姻 終於出現了裂痕 每天豬肉攤收攤之後 江天才就會跑去找情婦 歡迎到深夜才肯回家 你能想像一個年過半百的中年大叔 平時幾乎不修蝙蝠 卻開始要打扮得光鮮亮麗 而這一切都是為了逃小三歡心 但吳阿姨可都看在眼裡 兩人也為此常常吵架 而堂堂一家之主在萬陽小三的醜聞 也早就傳遍了大街小巷 屈辱的還不止如此 其實有一部分的女性是這樣子的 即便自己被無情的背叛或是傷害 卻還總是怪自己是不是不夠好 是不是只要在奴隸下 男人就會回心轉意 而吳阿姨也是如此 平時打扮朴素的他 為了挽回丈夫 他開始化妝打扮自己 他還認為是不是兩人姓氏不合 特別去買了情緒用品 想討丈夫歡心 結果換來是丈夫的忍潮熱諷 嫌他醜 嫌他胖 甚至還落下狠話 沒有我的同意 不准碰我 甚至還逼他簽下了放棄追溯通奸的同意書 一個女人為了挽回婚姻 得活得如此非見 是何等的心酸的一件事情 陪著丈夫吃苦一輩子換來的 卻是絕情對待 發現先生外遇的幾乎同一時間 他們的其中一個兒子因病過世 因此吳阿姨的精神狀況 開始變得非常不穩定 而凶殺案發生了前天晚上 將天才一如既往的收攤後 跑去找小三優惠 而吳阿姨看著家中餐廳空蕩蕩的桌椅 不知道多久沒有兩個人一起用餐了 他決定再次開口兩球丈夫回頭 沒想到 丈夫回家之後 理都不理吳阿姨 就直接倒頭就睡 而吳阿姨越想越氣 共同生活了37年 難道比不上一個四五年的小三 人了三十幾年的辛酬舊恨 終於在這一晚爆發 他衝到了廚房 拿出平時剁鞦肉的剁鞭刀 衝到呼呼大學的丈夫面前 朝著他的頸部就是猛砍三刀 而其中一刀砍斷了大動脈 鮮血而噴 接著 吳阿姨再把丈夫拖下床一刀 接著一刀 開始肢節照 因為要非常利嗎 本來就是利 等一下重量又過 重量又過又非常利 所以砍下去的時候就很利 如果力氣比較大的 砍下去脖子就斷了 一刀就絕對斷了 肢節的手法很有技巧性 在手跟腳肢節的部分 都沒有看到骨頭碎裂的狀態 沒有要砍很多的痕跡 是很有技巧性的把軟骨組織 去除掉的時候 再分解肢體的部分 肢節手法純熟 對於已經喪失理智的吳阿姨來說 眼前的早已不是他的丈夫 只是一個會到處剁走的惡心豬公 肢節丈夫如同平時在剁豬肉一樣 他砍下丈夫的雙腳 不讓他還能出去找女人 又砍了他的雙手 讓他不能再抱女人 最後砍下他的生殖器 而姜天才是慘遭分尸成六大塊 這時候他在現在講一句話 他說 記念在那邊爬爬走 我就不讓你走 所以他是先把 好像是先把腳給自己尖掉 然後外面你們知道嗎 我就不會在外面亂來 所以生殖器也割除掉 然後才是手 這個禍根來講 他只是一個target 是有象徵的男性的一個 在外面亂搞的一個更衡 所以他弄掉這個 就是一個宣誓 宣誓說他跟這個男的一刀兩斷 他不願意在那個男的背叛他 在外面亂搞 就像把他退砍斷子一樣的意思 吳阿銀曾經多次和孩子表示 吃苦一輩子現在家業興隆 結果換來的卻是絕情的對待 婚姻是已經走到盡頭 但沒有人想到 他會用這樣的方式斬斷37年的婚姻牌 從他下了刀的那一刻起 其實他就已經後悔了 我在想 但是恨意超過後悔太多了 後悔太多了 從他一直到我們做筆錄 其實從他一直到做筆錄之後 他都一直在講一個事情 在家庭一直被毀了 其實阿銀已經神病了 他因為多年來的煎熬和折磨 已經罹患了遭遇症和憂鬱症 而家人提出了精神病醫療證明 法官很是同情 但因為殺夫的手法是過於兇殘 並沒有獲得諒解 畢竟 不論你有多少的苦衷 而殺人就得接受法律制裁 57歲的吳姓婦人 19歲就嫁給小2歲的丈夫 結婚37年 辛苦經營豬肉攤 但丈夫長期外遇 還嫌他醜 甚至拳打腳踢 他為了討丈夫歡欣 買化妝品 勤去用品 但卻最後都只招來冷嘲熱諷 法庭上兒女也哭著求情 表示父母失和 母親長期受到精神壓力 一患憂鬱症 法官雖然同情 但婦人殺夫手法實在太殘酷 還是判處14年有期徒刑 就在板橋地院判刑確定之後 原定在隔年 也就是2010年8月18號入监服刑 但兒子下班後 卻發現母親失蹤了 這麼早都找不到人 他擔心母親想不開 急忙向警方求助 一直到隔天 蛙鷹被人發現 掉在頂樓水塔下的管線上 已經死亡超過了10個多小時 蛙鷹是萬念俱灰 最後選擇走上絕路 而悲哀的是 他選擇輕生的那一天 正好是農曆的七夕情人節 大樓屋頂管線 西凡間一副女用太陽眼鏡 掉在現場 似乎透露著不尋常氣氛 果然在往前看 一名婦人城市陽台 警方立刻封鎖現場調查身分 才發現死者竟然是在去年 犯下殺夫分屍命案 並且將在18號上午 入獄服刑的女豬肉飯 不願面對即將入獄服刑14年的事實 吳阿銀選擇自己了結自己的生命 而警方在搜索現場的時候 發現吳阿銀用錄音帶留下了兩卷一煙 警方也將錄音帶撥給家人聽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吳阿銀的哭聲 他一邊唾棄一邊斷斷續續的錄下一言 吳阿銀說 媽媽即將跟你們說再見 而接下來要去找爸爸了 我不想被關 但既然時間到了 我就要先走了 你們千萬不要向東向西 而另外 他還特別叮嚀兒子 要好好照顧家庭 千萬千萬 不要像爸爸一樣 事發地點如今不時有靈異故事傳出 有租客說 客廳的匾額或神明桌的牌位 會莫名其妙的斷成兩半 有時候 還會聽見床頭有咚咚咚的聲音 就好像有人在剁肉一樣 連附近的野狗晚上都會對著這裡狂吠 嚇得很多房客士不敢再續約了 但當然 這已經是後話了 而吳阿銀的遭遇 其實是盜禁了中年婦女 遇到丈夫外遇的悲哀 一個本應完整的家庭 從起初丈夫的無情背叛 最後換來妻子的冷血殘殺 一個被分屍成了六塊 一個成了繩索上的冤魂 沒有人能夠善終 以上是這次的故事內容 你同情吳阿銀的遭遇嗎 或者覺得他只是可惡的殺人魔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而最後是我們的工商時間 紓壓飲品夢夢水 有紓壓元素 茶胺酸 添加GABA 洋柑橘萃取物 豐富膠原蛋白 依熱量好吸收 更能幫助入睡 現在輸入大冰紅推薦代碼 CTI521就能獲得折扣 上網搜尋快點購或掃右上角QR Code 還有更多優惠等著你 旺旺水晨是微酸性電子次律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謝謝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 物化器還有生成機 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 可以享有優惠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蔡品宏 我們下集見